作为一名作家,你是否想过会被自己的角色杀死? 今天为大家带来恐怖故事,糟糕作家,小美和小帅是一对情侣,这天早上小帅收到母亲的短信,对方邀请两人去家里吃饭,小美有点犹豫,她觉得小帅母亲并不喜欢自己,小帅说她想多了,画面一转,小美来到楼下,她愉快地跟摄友打招呼,大家表面上和和气气的,但实际上他们都不喜欢小美, 因为小美是一个附加千金,娇生惯养的她,经常指使摄友,让他们给她做饭,为她拿包,甚至摄友手里的苹果她都要抢来吃,很快小美开着保时捷来到一栋房屋,这是她报名的一个写作课程,讲师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作家,排队时她遇到一名大叔,大叔也是写作课的学员,她对小美很感兴趣,但由于那一项她表现得很矜持, 小美很快跟她熟识了起来,课上老师正在讲授写作的知识,小美积极地与老师互动着,很快获得了老师的赞赏,老师表示当你笔下的角色太过顺利时,就需要给他们设置一些障碍,同时作家对于角色就像上帝一样,你可以把生活中自己憎恨的人写进故事,然后杀死他们, 可后小美又遇见了大叔,她看到大叔手里拿着一些稿子,好奇地想看一下,但大叔不肯,她表示这只是她随便乱写的一个故事,很快小美回到公寓,她走进客厅,却听到休息室里传来摄友的窃窃私语,她靠近门偷听,却发现摄友竟然在讲她的坏话,他们抱怨小美娇气作作,说她既懒惰又喜欢炫耀,小美难以置信,可这时摄友说, 小美被吓到了,她连忙后退,可摄友正好走出来,小美强装镇定,她装作没有听见摄友的对话,但脸上的表情还是出卖了她,摄友抽出一把刀,小美瞬间慌了,她拿起开水壶一把泼到摄友脸上,然后夺门而出,她慌张地拿出车钥匙,结果掉在了地上,这时小帅捡起钥匙, 问她怎么了,看着诡异的小帅,小美觉得她跟摄友是一伙的,她抢过车钥匙,一把捅伤了小帅的脸,小帅面无表情地看着她说,我妈确实讨厌你,此时摄友拎着刀追了出来,小美笑坏了,她夺命狂奔,拦下一辆汽车,急匆匆地上了车,让司机快跑,可这时她忽然发现,司机竟然就是大叔, 大叔表示,自己只是刚好路过,小美没空多想,让她赶紧去警察局,到警局之后,小美正焦急地排队报案,她往窗外一看,摄友居然追了过来,她赶紧去窗口求救,但办公人员竟然还让她排队,她等不及了,赶紧溜出大门,躲在一辆汽车后面,摄友没找到她,离开了。 小美慌张地跑走,中途摔了一跤,包里的东西洒出来,她慌忙收拾着,但这时,她发现,包里居然出现了大叔之前不给她看的稿子,原来刚才下车时,小美误把大叔的稿子收进了包里,她忍不住看了两眼,却惊恐地发现,上面写着的内容,居然跟她刚才经历的事情一模一样。 大叔准确写出摄友说小美的每一句坏话,也写出了小美捅伤小帅的事,小美震惊不已,她意识到自己只是大叔笔下的一个角色,她溜回大叔的车附近,果然大叔正愉快地在电脑上写作。 回想起老师课上说的一句话,小美灵机一动,她拿出电脑,也开始描写起大叔,她写大叔掏了一下鼻子,大叔真的就掏了一下鼻子,小美兴奋地笑出声,她决定报复大叔,于是她写下, 大叔的电脑变成怪物,吃掉了她的手。下一秒,大叔惊恐地发现自己控制不了小美了,忽然。 大叔的手被啃掉了,她痛苦地大叫,小美来到车里,她憎恨地看着大叔,大叔连忙求饶,她说她只是暂时给小美一些挫折,她最后是打算写一个完美结局的。 她还表示小美是她最喜欢的一个角色,健壮小美有点心软,她重新给大叔写回了手,但她表示现在要由她来做主。 既然她和大叔都能够互相写对方,那他们不如重新开始给对方写一个完美人生。 大叔同意了,很快两人来到一家寿司店,那是大叔之前描写出来的一个场景,也是小美和小帅第一次见面的地方。 两人聊起天,很快就放下了之前的不愉快,大叔说其实她的人生也很不如意,实际上那名写作客的讲师是她的妻子,因为一直活在妻子成功的阴影下,她非常不自信,才会通过描写小美来安慰自己。 小美很有感触,两人同病相连,表示一定会为对方写出完美的人生。 这时,小美忽然发现,寿司店的武士刀装饰上少了一把刀,大叔很奇怪,他表示在他之前的描写当中,明明是没有少的。 一阵沉思之后,大叔似乎想到了什么。 忽然,小帅出现了,他手里拿着那把刀,一刀刺穿了大叔,小美惊声尖叫,这时写作客的讲师出现了。 原来他才是最终boss,他命令小帅刺穿了小美,在此前,小美震惊地听到,小帅竟然喊讲师为妈妈。 画面一转,一个女人正在电脑前打字,原来刚才小美所经历的事情,都是这个女人笔下的故事。 她看起来有几分像自己故事中的讲师,只是体态臃肿了一些,她邪恶地笑着,似乎对自己的故事很满意。 这时,丈夫在她身后叫她,她竟然是故事中的大叔,只不过更帅气了一点,不一会儿,真正的小帅和小美出现了。 原来这个女人就是小帅的妈妈,因为不喜欢小美,所以才把她写死在自己的故事中。 但无奈的是,现实中,自己的儿子和丈夫都很喜欢小美。 看着两人热情地招待小美,女人心中醋意大发呀。 在拥抱小美时,她恍惚起来,不然她捅了小美一刀,小美应声倒地,丈夫和儿子都吓坏了,但女人已经精神失常。 她表示,这只是一段故事情节,她随时可以删掉重写。 她回到电脑前,疯狂地按着删除剑,却什么都没发生。 糟糕作家是2020年挪威恐怖剧集《血吕奇谈》中的一集。 片中的女人因为过于嫉妒和讨厌儿子的女友混淆了现实和虚构,她沉浸在自己写死小美和丈夫的故事中,结果真的在现实中对小美痛下杀手。 由此可见,入戏真的不能太深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,咱们下期再见。